我們現在在新的這個當下的年代當中呢 我們可以比較注意到就是說 影像的產自是非常的龐大 每一天每一秒 它都有非常多影像的產自 所以它的量是非常的大 但是它是在不同的狀態當中出現的 比如說有些是在電影院出現 有些是在網路上使用 那有一些就是在其他行動裝置或電視上面出現 所以影像變成不能用單一的方式去理解它 那還有就是因為科技的變化 所以新的科技發生的時候 你就有的藝術的地位會有所變化 那我就想到說不論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 事實上我們應該 除了我們在發動新的科技來吸引更多的觀眾以外 事實上我們應該更考量說 觀眾是如何去閱讀影像 是以閱讀的姿代出現 所以 比方說去觀看一個紀錄片當中的時候 也許有些東西是一個PowerPoint 或是一個懶人包可以做到的事情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在這個新的時代當中 出現在電影當中 出現在戲院當中 它可能就存在在其他媒體上 那作為新的觀眾 你可能必須要承載了更多的過去跟基礎 才有辦法閱讀新的電影 這個是我對於這個 不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的發展 我覺得是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還是要關注著造型藝術 這個造型藝術倒不是在講頭髮這一塊 而是談到跟美術跟形體有關的 那這個東西在過去紀錄片當中 一百多年前是一百年前左右 就是大概八十幾年前 是被關注的 這是跟美術有關的運動 在紀錄片是被實踐的 但是在這個年代當中 好像是為了捕捉真實 而失去了這個對藝術的追求 我覺得這一塊 我們其實要非常的實時警惕自己 就是說 我們還是得關心這些 理性構圖當中帶來的這些影響 以及說作為藝術的地位